那么两千多年前所制定的规范戒律 从现在来讲 时空已经绝对不一样了 那么因此对这个活教的戒这个问题 它的传统与现代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解释 请大师给我们开始 传统的戒律有很多 而这都我们现在实践的 关于人间佛教 我们提倡现在的戒律 尤其像武戒 赛道 淫王 就是救吧 我们基本上就等于奴家的无常 无常就是能义理智性 不赛神亚能 不得道亚依 不写音亚利 不亡语亚心 不饮酒亚知 就是这个情形 所以这个 我们也好像设行奴家的能源事项 当然能源佛教不是这么简单 比方我们对家庭重视 群家人 世人如极 夫妻要互信和爱 婆媳之间 共识要紧 这个共识很难 兄弟之间要如手如重 朋友要收信 工作要负责 对社会要收发 所以这个能源佛教的戒律 在我这一本书里面 能源不是了 能源已不二十问题了 亲密正法 就请各位大家流行看一看吧